我们现在看到这组磁吸暗锁,如何在安装的时候让磁铁达到一个最佳吸力的效果。 盒子里面有一份说明书,是有讲到磁力的部分。 可以看到这一块有分三个长度跟深度。 在15版后的情况之下,我们不需要加铁销。 那如果在18到28这个板后之间的话,我们必须加这个铁销,去做一个延伸。 如果28以上的话再加上一组铁销,就可以符合我们的板后需求。 增加磁力的效果,那我们现在这块板子是18版,我们拿这个18版来做一个示范。 装上铁销,我们量一下它的距离。 在18版后的情况之下,你的孔洞的深度至少要洗13.6的深度。 很多使用者在安装的时候忘记把这一根连接的铁销加进去。 搭配上18版,我们试试。 它的效果没有这么好。 磁铁吸不住。 会掉。 这个不是最佳的磁力效果。 那如果依原厂的要求,我们加了一个连接的铁销。 我们将它塞入18版里面,可以达到最佳的磁吸效果。 就不会有启动不顺畅的问题发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